兩輛私家車在吐露港公路雙撞 一輛撞到翻側 現場滿布碎片和雜物 私家車的女司機一度被困 其後自行爬出車外 她手捕手傷 救援人員至報到場為她即場包紮 之後就送去威爾斯醫院治理 事故在星期五早上的7時多發生 兩輛私家車沿著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 駛到科學員對開時雙撞 警方仍然調查意外的原因 而受交通意外影響 上市往九龍方向部份行車線一度封閉